2015年6月10日深夜12点多 一辆救护车在初夏的北京街头挤驰而过 车上攒着的是一名年仅38岁的微动猫子 而他的身心又同另外五个人性命相关 会呔呦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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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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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名从外院连夜转来的病人 名叫李建峰 是这个年纪 38岁 几个月前 因为脑出血 在北京猛疑论不可治 李建峰 李建峰 认识 出现地势的情 经过神经外科刘斌教授的请继续检查 病人双眼对手电弓反射为零 瞳孔放大且固定 同时病人的自主呼吸也已经丧失 需要依靠呼吸机来维持 这些确定要 马上做一切 从这儿里 马上去 检查结果显示 李建峰脑出血的部位正好位于脑干 此时 他许多其少 脑干 位于大脑下方 主要负责维持个体生命 包括心跳 呼吸 消化等重要生理功能 脑干出血 是神经系统里的极重症 病死率极高 高达70%以上 李建峰 李建峰38岁安徽人 病发前 他和妻子在浙江一家工厂打工 家里有一双可爱的儿女 大儿子16岁 小女儿12岁 他们原本有着一个幸福完整的家 几个月前 李建峰突然患病不起 为了给他治病 一家人借钱来 这一届那一届家里磨了三十多碗 磨了三十多碗 我又想到把我日子看了 为了给丈夫致力 严芳跑并了全国上下五个大城市 这个小本子里 寄了满满的好几页纸 都是严芳一边带着丈夫看病 一边借来的救命钱 这里面有家里的老乡 也有丈夫从前的战友 甚至是一些并不熟识的好心人 我做的事情 我感觉我也感到别人对我的爱 对我的关心 我把他全部记起来 后来我肯定我不会忘记了 你们对我这么多关注 我肯定也有一个感恩的心 进入承证结果事物 还不足五分钟 李建枫的血量和心率 发生了极致的变化 狗腰只有七十 一腰只有四十 而心率也从一百三十 变化了六十七 众书神经系统这种 调控能力已经很脆弱 病人生命指针的突然改变 说明他头部的病变十分严重 任何一点细微的斑动 和体位变化 都会让大脑出现失控的局面 此时 医生只能尽其用药物 而为止 其何需要 现在目前咱们的病状维持 所以他这些个病 一定要维持 这维持 这维持 就心 脑出血以后 还有一些灵的感染 受不了灰烯 真正救过来的这种机会 比较小 人员肠 费用越高 这个曾经还鲜活健康的生命 如今智能和机器 平放在一起 才能存活 从他现在来看 因为他现在出血呢 那个出血的部位 正好是在生命中 脑干那个区域 还有一点 皮肤有出血 脑干出血 很深就很致命 李建峰的病情 复杂而为主 作为家里的顶民众 他的生死 牵动了所有人的心 一周 他的病情每个愈想 剩下的时间 恐怕不多了 撤出了呼吸支持以后 他很快声音哟就会停了 这也能宣伏 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 来不及孝敬老母 来不及牵手爱情 甚至连和一双儿女 告别的机会都没有 他就要走了 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 和所有爱他的亲人 就在这个让人无法经受的 残酷事实 迎面袭来的时候 李建峰的家人 却做出了一个 做法之 请不吝点赞 讨论 我给我老公看见我哭 感觉很艰难 挺艰难的 挺心酸的呀 然后你看 真的就是医生挽救不了的情况下 我就想 就是医生就是挽救别人的 别人失去清零野痛 和我心情都是一样的 经过全家人反复商量 他们决定将已经挠死亡的李建峰体内有用的器官全部捐献出来 他说他的东西管救五个人 他还在社会上有用啊 社会上还有他这个人啊 他的东西 他一直看着这本体有个恋爱的 人在ά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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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红十字会相关工作人员的见证下 李建峰的家人在公民器官捐献登记表上 正正地签下了自己的眼睛 李建峰的家人在公民 李建峰的老母亲65岁 是一个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 他不会写字 但仍委托儿媳替自己在亲属一栏里 写下了和宿连三个字 此刻难以想象这位母亲内心深处 是怎样一种无法言说的痛苦 而他们却做出了这样崇高的选择 有时一个人的信仰和任何东西 他源于对生命的敬畏 源于最朴素的善良 此时距离病人转入北医三院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 他仍处于深度昏迷 且无自主呼吸的脑死亡状态 家属的决定让医生们有了新的努力方向 鼓外科 匿尿外科 神经外科等多科室迅速汇聚起来 一方面继续试图挽救李建峰的生命 同时开始紧锣密鼓的 会很可能来到的器官移植手术做中 李建峰脑干丧死亡状态 李建峰的全身脏气还是否完好 是否符合气跟均线的条件 这些都需要进行紧急评 如果他的生命隐然走到尽头 那么能否跟更多濒临绝境的人成功挽救 让李建峰的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得到延续 就成为了眼下的最一步浅着 这个病对这名人来讲 他应该也有一个 应该有一个比较 这种的具体还是对其他具体来讲 我觉得这个 他实际上是对一个群体 医生们将根据李建峰的血型 对器官分配 与共享系统里澄清胜压 等待移植的病人进行分析和配备 并在第一时间里 通知那位幸运的配备影响 尽快感动为移植手术做准备 从正一出来就没见过 这位苏联到厌联 他一生也没见过一次 一会都没见 现在还有一块石头 隐隐地压在这对婆媳身上 家里两个年幼的孩子还不知情 怎么告诉他们 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是个棘手的难题 其实这两天你看他 你不告诉他他不来 其实他心里一直变 知道知道我也不能让他来的呀 我宁愿他埋怨我嘛 别不选择的呀 这是别不选择的呀 严峰把心一横 决定将老公的事 瞒下来 结婚十八年他疼吗 肯定疼的呀 我吃东西的时候 我不喜欢吃那个灰肉嘛 他把那个灰肉咬掉 瘦了给我吃 吃那个鸡肉的时候 那个鸡皮我不吃嘛 他把那个鸡皮拔掉 鸡肉给我吃 然后每次吃东西的时候 我把那个鸡皮拔掉 把那个好东西就嫁给我生 我前几天我也给我们鸡皮拔 我说这个能复 这能复我肯定是想不上的 我感觉自闭上 我能够得我太好 我不喜欢吃东西 把他嫁出去 把他最好东西留给我吃 也不后悔嫁给他 你是明天这么长 不后悔 我就说我跟我的鸡皮这么现金 我说就是 这个七个月 我就是有七年 不后悔 真的不后悔 我不要 我说我们家 你对话不上的是谁 他定一下是什么 不是他吗 他是我 然后又说你没有我 你肯定是不行 我说你肯定是立即开我 然后一直都这样讲 如果是那些什么的话是把这些东西都回到不了了 我说一下 我都是说你做外部活化 我说哥那个开门间里等着我到岁数最后再见一遍 我说下 我说一遍 我说那些东西是一遍 进行检测 通过激张力反射 光反射等检查 结果依然是脑瘟疫丧失 为了慎重起见 宣武医院的医生也赶了过来 为李建峰进行长达四小时的脑电图检测 这个结果 将成为器官移植手术 能否进行的最后一局 了解 大家的心里都已无法 距离那个时候 真的不怨 您是从外面里赶过来的啊 对啊 是昨天什么时候得到这个消息啊 昨天应该是晚上吧 下午两点 生命园记者见到了从内蒙古 赶早班飞机过来的容学一家 他和妻子是在凌晨两点 接到确认信息 我看你现在都 等了这个机会等 一年多 两年多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给你帮我活点 谢谢 43岁的容学曾经是一名公务员 两年前 他因为过敏性止电 双肾开始衰竭 每周要依靠三次透析 才能活下来 得了病以后才知道健快有多重要 尤其像这样 喝水喝点水 最基本的一个生理邀请 你把这种痛苦 这一次容学终于等来了匹配的渗源 等来了第二次生的机会 得到这个器官的同时 要懂得感恩 保护这个身上 其实就是在爱护人家家里的感觉 很感谢我们家人 在这个体验峰 从病情已经 达到的一个 把这个状态下 能少了 绝对器官去治愈 就是中国这么的 接近二十四小时这个 在密的这个过程 见底的 就是去做了好多这个盘检的这个实验 现在就是 就符合一个 到 所谓的状态 就是现在 没有那个 没有其他的意义的话 我们就签个字 好吧 对 对 对 英零 X 一切准备就续 移植手术 将马上开始 今天就要在这肝移植的病人 是一个肝移后肝化四年肝移 肝移的病人 就手术是很麻烦的一个手术 手术今天准备好了 我今天呢 力争了 发挥最好的水平 北一三院医务处 召集了包括 普通外科 密尿外科 麻醉科 重症监护室 手术室等在内的多科室 进行紧急回诊 这是一场生命的节目 事关五个 急待挽救的患者 他们要确保手术 万无一失 这不仅是对受者生命的挽救 同样 也是对公体生命的尊重 我反正我们肯定就是 我的希望 就是我的心 不管我是这么 这么艰苦 我可能可以 供他们读书 我感觉 这个下午可以 也可以慢慢支撑 这时候里面有没有还想被尖锋做点什么 亲手我就想 给我老公 就是没法尖锋 然后我想在 我还在哪里 我想跟他通家吧 就说他能不能结婚 我就会一直哭 然后叫我一个什么困难之中 我可以给他叫 无论很多母亲的 你会给他叫 有个说话的 对 有个说话的 哪怕是我自言自语 我就会给他叫 咱不能让孩子看咱们这个样子过去 对吧 孩子的愿望达成了 咱们洗把脸过去看着好不好 来 洗洗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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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洗洗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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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他喜欢什么的颜色 你脸搬着参目的 洗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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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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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没想过 与你今生的最后一年 就是以这种方式向前 这种方式向前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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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了 我最亲爱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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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一场生命的接力正在延续 今晚将有三名患者在这里等待重生 接受来自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生命的馈赠 命运总是呈现着不同的侧面 严芳离开医院 他要去完成一个新愿 也想让我送上东西 在他送的时候我让他送上东西 我感觉我一直都没送 我感觉 对 这些东西我没做到 然后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可以给他讲 无论他能不能听到 我可以给他讲 有个说话 对 有个说话 哪怕是我自言自语 他要让心爱的建峰 带着他送的手机 安详地离开 从今后两人咫尺天涯 永生不忘 一支手术还在紧张地进行着 曾经的军人 党员 优秀班长李建峰 终于完成了他三十八年人生旅途中 最后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使命 他累了 他要走了 我给你 我给你面望一个收集一个指楼 熊啊 熊啊 小莉 熊啊 熊啊 哈哈哈 我感觉感情啊 18年就疼 肯定疼了呀 也不后悔这样的啊 也是今天事 不后悔不后 不后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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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了 難為呔悔 Не wiem 從後悔不 但為互 trem 不能說善悔不 kalau悔不 原来很 stratég 很自喜 封ja楊 嘟嘟嘞 嘟嘟嘟嘟嘟嘟嘟 云奔呢 封ja楊 治好病 接他回家 直到今天 两个孩子还是蒙在鼓里 严芳一边接战 亲礼一边打鼓 该如何开口呢 好难呀 你那就等你打那一场 哎 走下边去了 你走下边去了吗 你别走在后面 下边在后面 你肯定吗 你走死他 肯定啊 我走过这了 好不容易在处征的零点中 把周三的儿子找到 严芳却忍不住哭了起来 小半年没见 两个孩子都瘦了好多 他心疼了 兄妹俩上车那天 老家下了一场大暴雨 他们本想晚两天再过来 却被妈妈要求着 即刻启程 由于时间太紧 错票没了 兄妹俩就这么一路 站着路 整整十一个小时 好 我要玩了 结婚还没出来 结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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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有多长时间没见到 从凯车到现在一直都没见 就是让他好好的去了 我相信他一定能蹭过来了 他是个爱笑的人 他问他一天 他一天在家人的时候就紧张笑 而且还紧张逗我们笑 有时 有时小时候苦了 他就讲了个笑话 我都笑了 笑了好长时间的 爸爸在你心中是个什么样的爸爸 给他打几分 我给他打四分 打十分 嗯 满分是几分 满分是四分 经常跟我讲 他说 什么都 什么都可以 思绪 都不能思绪 到我家 还有孩子 我两个 你是 喝点水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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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腿不发抖 哎呀 我腿不发抖 我就心里跳 我看他们的时候 我就心里跳 一直在跳 心里跳跳 我那会儿亮球 我就问他们两个 我说 现在我还是怎么要讲 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两个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要讲 这个话我怎么讲呢 小人生物 他有什么反应 是不是 看他怎么反应 我今天一生 我一个肯定不要我 不是 他肯定不是 这么大一生 你不通论我 坐 坐 坐 他有这个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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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我来 你坐 你坐 我来 你坐 我来 你坐 我来 我眼睛就憋了衣服 我眼睛給你講 我眼睛給你講 你媽媽你媽給身體也不覺得感 你媽媽我眼睛會過了 你媽媽死去前面的時候我跟妳看過嗎 我眼睛就用這了 我眼睛我就想了 我眼睛就躺在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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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尷尬 是吧 愛瘦了 我心以為一定能做 他合 成龍 成龍才以四eza作魂 睡清樂 ِ 我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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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万一踏入过 这时候就很麻烦 她这血管 要你缩 可能进到胸腔里去了 你没法止血 那就可能就要命了 这个手机 大概来讲 我们一上去 就没有停的机会 眼前这个美丽的云南女孩 今年十岁 名叫罗春艳 第一次见到春艳 我们就对她 美丽纯净的大眼睛吸引出了 可是 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这双美丽的大眼睛背后 一直背负着一个沉重的血包 从出生到现在 整整十年 让小春艳的童年 焕然失色 我们的看头 就是只有这么大 这已经超出我们娘的 那个范围了 一会儿只能用尺子凉了 这就是小春艳 十年以来的巨大血包 一个近十八厘米宽 十九厘米长的巨大肿量 相当于半个足球的大小 据医生初步估算 这个肿瘤至少有大紧重 这都是软朵的渗出 这都是一大堆血管包没有 它从表面一直长到肌肉层了 范围特别深 更糟糕的是 这个肿瘤已经伴随着小春艳 整整生长了失念 随时都会有破裂的可能 而一旦破裂大出现 将会直接要了小春艳的命 如此罕见的肿瘤 为什么会长在小春艳的身上 而她又为什么拖到十岁 这么严重才来医院救诊 医生又能否帮助小春艳 将这个肿瘤从她的背后摘出呢 罗春艳出生在云南省普尔市蓝仓县 一个偏远的农村家庭 全家的年收入也不超过五千元 刚刚出生时的春艳 背后只有黄豆一样大小的一小块红斑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个红斑却呈几何倍数的增大 这是什么东西啊 那你都怎么回答呀 我理得不理我走了 他们是知道他们不敢跟我玩 现在这个红色的血包 已经有半个小西瓜一样大小 并且因为这个大肿瘤 这个十岁的小女孩 已经几次死里逃生 九命已经迫在眉睫 为此家人曾四处借钱 带着春艳到昆明看病 这儿几个医院看下来 竟然没有一家能接受 从昆明回到老家不久 春艳不得已离开了学校 小春艳的病 不能再等了 然而经费是这个贫寒家庭遇到的最大难题 小春艳 小春艳还能有治愈的希望吗 你们俩是邻居 也不是 差不多和了半公里走路 当时经常能看到她吧 我看到很心 很那么大个包 她叫普通 是小春艳一个村的邻居 5月29日 热心的普通 第一次在自己的朋友圈和社交网站上 发布了春艳的病情 也就从这一时刻 小春艳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一夜之间 一传十 十传百 不到五天的时间 他们就错够了一万多块钱的路费 这一次 他们要到北京来看病 几经辗转 好心的邻居 通过四名志愿者和北京词源基金会 终于联系上了北京儿童医院肿瘤外科的王焕民主任 这天中 王焕民主任利用医生们午休的时间 紧急召集了包括影像重心 拔醉科 烧伤脊性外科 重症医学科的丢了医生 集体讨论春艳手术的可行性 莫许是继次出血的经历 让小春艳对医生的检查分外紧张 从照片上来讲 这个部位的供血是比较多的 它从外面有米根血管 对呀 为什么说很多的医院医生不敢动也在这 小春艳背部肿瘤表面的皮肤已经变得非常棒 医生的手轻轻搭在月下血管的位置 就能明显地感受到血流的成立 这让检查的几位医生意识到 手术的凶险和复杂程度远超过以往 更糟糕的是 连接肿瘤的血管 恰巧是连接心脏的胸主动脉 而小春艳很有可能会因为大出血止不住 而丢掉性命 他的血管要一缩可能进到胸腔里头去了 你没法止血 那就可能就要命了 现在摆在所有医生面前的大难题 就是到底采用什么方法 才能够先把夜想这么粗大的血流止住 此时王主任又紧急联系了中国小儿外科创始人之一 95岁高龄的张金哲院士 我这种掐着疼吗 掐着疼不疼 不疼 不疼 在地方上也明显 滋滋地走 这里这几个血管 我们血管要做不做 能不能从这个动脉里打颗粒 因为它直接就回到心脏 只能用糖尔的东西去写 但是它的费用是 你详细一切办法 把它控制下来 又能尽量好的体能 往都给我们身上 医生想到 可以先通过一个进入手术 把主要的动脉血管拴住 但是手术的材料费用 却面临一个巨大的缺口 早就走到心脏里面 它不是我脉长 我们现在最怕的实际是出血 这个孩子他血功特别丰富 而且是包流量的 最后的这个东西 大家不要犹豫 然后决心 这个手术大概来讲 我们一上去 就没有出于机会 这样吗 这样主任 我也给你们减少压力 然后就是你尽力的 给孩子做好费用那方面 我来想办法 就是说 第一次看到 他的这个照片的时候 挺惊讶的 然后没想到 那么大的一个流子 如果不知道 还有一天大出血了 就可能就是生命就没了 就是不管用什么办法 我肯定要帮这个孩子 把费用弄到 李慧所在的北京词源基金会 也第一时间在网络上 发布了募捐信息 短短七天的时间 春艳竟然收到了 两千多人 近十四万元的捐款 手术费用 增于有展览 开心吗 看到妈妈开心 而这几千个素昧谋面的 关心和帮助 也改写了一个 深陷绝境女孩的命运 春艳美丽的童年 会因此而重新开始吗 这是小春艳第一次进入手术室 根据医生们的方案 小春艳的手术要分两次完成 第一次先堵住血管 第二次再切除肿瘤 今天的血管收塞手术 主要是想把给肿瘤 供血的五根动脉堵住 血管没有血流 才能降低 切除肿瘤是大出血的风险 而春艳的动脉血管 异常速度 其一条主要给肿瘤 异险的肚瘤 就有一瓶 跟小孩一根小拇指的粗细差不多 经过两个小时的努力 一根大动脉和五条分支血管 已经依着医生源的计划 就在医生打击揍 第二次 两者看到了血管的形态 一心肤肌肤发生了 需要堵出的血管数量远远不止六根 从春艳的腰部主动脉又分流出四根粗大的血管与肿瘤相连 而这四根血管跟脊髓动脉离得非常紧 稍有差池 拴在颗粒进入脊髓动脉 就会造成小春艳下肢瘫痪 此时每一步操作都必须万分小心 经过五个半小时的手术 终于将十根动脉血管全都堵住 然而手术的危险还远没有过去 这天下午 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通过普通发布的消息 知道了春艳的故事以后 连夜从辽宁坐火车赶到了北京 原本是素不相识的人 因为爱 命运让他们在此刻相遇 第二天一早 刚一进病房 我们意外地发现小春艳一头乌黑的长发 竟然全被剃光了 原来在手术的备选方案中 如果一旦肿瘤切除后皮肤不够用 就要立刻进行头皮移植 而选择头皮 一是因为它的在伤能力强 二是因为如果在身体其他部位取皮 必然会留下一道疤痕 但一切的结果 都要看树中的情况才能确定 就在此刻 普通的心理压力 甚至超过了春艳的父母 没有他 春艳不可能来到北京儿童医院治疗 但一旦春艳有任何的闪失 普通一辈子都会陷入深深的内疚和自责中 而且它传的是重外 静的定义 可是你看得定买多图 真的是 不必出大量的春艳 对 只要出去有大多 只要留在下面还不收起来 还有一些就是 新线 多准备的那个除灵大线 书写课 共备了十道线 2500毫升 相当于春艳 全身血量的两肺 麻醉科 动症医学科 书写科 心外科 烧山枕 心外科的医生和手术室的故事 全都延制 尽管做了万全的准备 但是面对春艳这么复杂的事情 医生仍然十分 你不做时候怎么办 很明显 那不做时候 它很很很大的 可能就是某一次出血 可能就没命了 你会不会出危险 能不能坐得下来 这个肯定我们家里是有的 你怎么样把这病给治好 把这扔旧了 就像这个床关一样 必须地冲 感觉疼了 感觉疼了 是吗 是感疼了 做完就好了 做完就好了 没事 没事 你不急的 没事 小小的春艳 此刻 内心充满了未知的恐怖 或许今天 是它化解成蝶 美丽蜕变的开始 也或许是今天 它会永远地离开我们 CT结果显示 整个肿瘤域 全都是密密麻麻的血管 尽管已经进行了 血管拴散手术 但最大的风险 仍然是大出血 一旦出血不止 春艳很可能 下不了手术台 而要想控制住出血 困难重重 首先 是必须保证 切断肿瘤的位置 能够经之前的栓塞颗粒 完好无损地 留在春艳的身体里 让它们发挥 堵住血流的作用 如果一旦不小心 把栓塞的部位 连同肿瘤一并切掉 那也将造成 不可逆转的大出血 刀 来 其次 在分离肿瘤的过程中 必须紧贴着健康的肌肉 把肿瘤彻底切干净 没有残留 每项一刀 都如同在刀尖上行走 所以很重要的 咱们就找了一个层次 你看这血的这个 刚刚开始下刀 王主任就感受到 大瘤子里面的血量之高 感受这个位置 应该很 它就够粗了 这个层次似乎是这样 此时 每下一刀都如雨活病 医生只能一边切肿瘤 一边直写 这时候咱们要小心 一切似乎都在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但更大的危险 正在悄悄地逼近 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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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要 手术进行了四个小时以后 大面积的肿瘤被取下 它就是有点邪乎 现在就是这一块 其实看起来也是有问题 你看那个肌肉 但是中间这地方明显就隆起了一块 正当医生松了一口气时 意想不到的情况却发生 跟这个摸起来的话 又还有点硬 这是肌肉的 来 走 走 经过医生反复确认 在这层肌肉的下面还有一大块肿 等于肌肉把这个大肿瘤一分一二 手术必须立刻调整 切开肌肉 同时把下面一层肿瘤也切除 那就一不做二不休 行 来 先 确实很丰富 快到根了啊 此时切除肿瘤的位置已经离心脏非常近 紧贴着血管最为丰富 也是最为复杂的部分 王主任下刀的速度明显变慢 小心翼翼地寻找着之前被堵住的十根动脉血管 生怕发生任何意外 啊 这么酷啊 哦 这底下含有呢 湿血量有多少 而此时春燕的湿血量达到了二百多毫升 相当于她全身血量的五分之一 医生开始给她输入第一代血 手术室内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如果不能一次完全切掉肿瘤 怎么办 小春燕立先醒 小小的声音总是牵动人心 几位同事等待孩子手术的患儿家长 在得知春燕家里条件非常困难以后 竟然主动自掏腰包 向春燕父母伸出援手 春燕出来的时候 要给你们看见你们两个的微笑 这在生与死的边缘 有这么多素美平生的关心与祝福 支撑并温暖着我们所有人 可就在此时 手术室内却传来了坏消息 就是她把这块都给的去掉了 这块不好的皮都去掉了 她现在一整块都缺损 那咱们这书中给她支皮 是通过取头皮的皮肤 去给她的身上 把头皮的皮肤移到身上 对头皮来说是个伤口 虽然她的愈合能力很强 很快就会长上 她一旦这个头皮出现 这个伤口出现感染 她就会可能会长出来了 此时一家人都陷入了深深的悲痛 但是此刻保密更为重要 整形外科的王一鸣主任 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从这一刻开始 皮肤移植和肿瘤切除两台手术 将同时进行 春月今后还能不能长出美丽的长发 你之后的鼻子能不能成活 主要看医生曲皮的身体 要尽量的薄 保留原来头皮性的毛囊 但又要足够的厚 保证移植的头皮 在背后取损的部位 可以成活 此刻手术也进行到了 事关成半最最重要的环节 头皮移植 从吹咽头皮上取下来的皮肤面积 相当于整个头皮面积的30% 经过了近一个小时的皮肤移植 春月的手术总算是完成了 小小的春月 坚强的孩子 命运给了她美丽的容貌 却让她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而她内心的煎熬 家人看在眼里 却也无能为力 可是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 集结了近十个科室的力量 帮助春月完成了这个史无前例的手术 而他们改变的 不仅仅是春月一个人的命运 更是一个家庭幸福的开始 但是医生最本质的这些东西是变不了的 就是治病救人 它是一种职业的认同感 就是使命感 你就觉得很自然 这是必须做的 普通的 必须做的 那天做完的时候 那真的是一个特别的兴奋 从麻药中醒过来的小春宴 还要经过漫长而痛苦的恢复器 就在她手术后的第二天 两位爱心妈妈悄悄地来到了春宴的病房 等小春宴身体好了以后 妈妈们带你去好多地方 然后穿上我们漂亮的裙子 好不好 然后我们到时候穿着这样漂亮的衣服 我们一起去参加爱心妈妈 给你再办一个大的聚会好不好 春宴是最坚强的 最棒的 妈妈们一直都在心里给你鼓劲 都一直在给心里给你加油 我们相信春宴一定会最快的速度 恢复健康好不好 嗯 真的很棒 对于春宴来说 妈妈只有一个 但是在这些爱心妈妈的眼里 春宴却是大家的孩子 他们看到春宴会惦念 会心疼 会把最好的爱都给她 生命的选择从来都不容易 是医生的出现 让春宴遇见了期盼已久的美丽 医生度上的是她职业的全部 超高的医术 前所未有的压力 还有仁爱之心 而在春宴被改写的命运中 更清楚了太多平凡人的善举 在这一刻所有人都是一体的 也成就是我们的命运 走到了一起 此刻春宴迎着阳光绽放的笑脸 格外要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